山林冒大火吞噬明宅 在強風駐長下火勢越來越大 在南韓東北岸江陵 開始燒到明宅 來到江陵旅遊 卻只能帶小孩躲飯店 因為好巧不巧遇上山林野火 原來是林務人員修剪松樹 倒塌壓到電線桿才引發火勢 在強風駐長下黑煙籠罩接頭 江陵今年首度發布山火第三階段警示 快接近中台的風速干擾滅火 南韓預估這次延燒的面積超過103公頃 大約是140個足球場大小 這股春天刮起的狂風 稱之為香乾之風 會這麼強烈全是因為高氣壓和低氣壓相會 兩者差異過大所導致 江陵除了強風也發布乾燥警報 不過目前已知當地開始下雨 有望減緩大火延燒的速度 TVBS新聞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